现在短视频直播越来越发达 做什么内容视频的都有 那您各位有没有见过专门做盗墓视频的呢 尤其现在大家在微信上互相转发个图片 互相转发个视频 挺热闹 大伙可能也都有这种经历 说亲朋好友之间互相的分享一些视频 有的是什么搞笑视频呢 也有的就是一些广告视频 但是这一天呢 浙江越青的一个人 他呢叫吕军 可就收到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打开这么一看 可把他给吓了一大跳 到底怎么回事 这微信里边是什么 这是吕军的一个朋友发给他的 打开之后画面很昏暗 就像是在一个山洞里边 还是什么地方的 地上都是浑水 散落着各种各样的花瓶 各种陶瓷玉器 那这是什么地方啊 还没等吕军反应过来呢 镜头这么一转 另一幅画面可把他吓坏了 看见那地上啊 似乎还有一堆白骨呢 那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是吓人的那种恶搞视频 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主题 其他的目的呀 是不是这吕军的朋友 在整蛊他呢 但是啊 接着这么一看 发现并不是 拍视频这人呢 接下来出声了 就在那说各位老板呢 后葬啊 这家伙了不得呀 都是宝贝呀 后葬 吕军一听 心里头一机灵 白骨瓷器 哎呦 这不是在哪个墓里边吧 难道是有人盗墓吗 甚至听视频里边 那个人的口气 各位老板 感情 这是做直播呢呀 发过来的 这是直播的片段呢 盗墓可是重罪呀 什么人这么猖狂 公然发盗墓的视频 做盗墓的直播呀 那为什么吕军这朋友 会发给他呢 其实跟吕军的一个爱好 是有关联的 吕军说呀 他从小呢 就对收藏感兴趣 他的爸爸 就特别喜欢 桃花古董 家里边不少名人自画 各种古玩把劲 但是吕军呢 还不满足呢 他就感觉父亲 这是小打小闹 吕军有更大的想法 希望能建立一个 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也不得不说 这目标啊 确实是挺远大 可是建博物馆呢 这要实现并不容易 你不光得有一般藏品 你还得有镇馆之宝啊 吕军也说 弄博物馆 物件肯定得多 为了筹划这博物馆 这吕军一家人呢 经常各地去找一些古玩字画 各地去找一些那种特别好的藏品 但找来找去 也没找到理想中的镇馆之宝 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人的出现 就让吕军看到了希望 这个人呢 叫熊海桥 是苏州一家古玩店的老板 吕军说呀 他也听说过古玩市场水深 容易被忽悠 但他发现熊海桥这人 非比寻常 他跟一般玩古玩的人呢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 这熊海桥就说呀 他们家祖传是干盗墓的 他爸爸他爷爷那时候都干盗墓 说他们家呢 过去就是摩金校尉 各位 前些年鬼吹灯啊 盗墓笔记啊演得特别火 这摩金校尉这个词啊 恨不得人尽皆知 都知道这了不得跟胡八一王胖子似的 吕军把这话跟家人也说 家人就劝他 哎呦 真的假的呀 这盗墓这是违法犯罪呀 可不能乱说呀 吕军就说了 这肯定是真的 这不 我这儿还有跟他的录音呢 随后啊 这吕军就把这录音拿出来给家人听 熊海桥说 你知道我店里这些古董都哪来的吗 这都是新鲜出土直供的 不仅如此 熊海桥说在他背后 还有一个实力了得的团队 他们呢 分工也很明确 有指挥 副指挥 二三十个人 说一个人呢 弄不出来 所以得团队分工 哪是团队呀 这不就是盗墓的犯罪团伙吗 但熊海桥还感觉特别得意 他们就说 我们这俨然就是一个大公司了 我们是有这个实力的 有没有能力 得靠业绩说话 这些年呢 经我们探过的古董 从汉唐时期到明清时期 我们盗过的那墓 帝王将相 包括平衣百姓 那都有这些呀 都不算什么 知道我们挖到的 年代最久远的宝贝是什么吗 距今两千多年的 一个皇家的宝贝 那是汉惠帝 赐给表亲的一个物件 乍一看上去呀 这个东西就跟个玉玺似的 玉做的那么一个东西 说这是汉惠帝 给这表亲陪葬用的 那是真的吗 您各位该说了 害忽悠人的吧 不总有那种骗子吗 说自己祖辈在宫里当差 要不祖辈是什么大将军之类的 那不就是忽悠人卖假货吗 一开始吕军呢 也半信半疑的 但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 让吕军对熊海桥 是彻底的刮目相看 有一天吕军发现 这熊海桥的电话 怎么也打不通了 哎呦 难道是玩消失了 发现撒的谎已经远不回来了 这时候啊 就看见这熊海桥 给他回微信 那这微信上说的什么呢 说哎呀 吕军你好 我在山上信号不好 吕军就说 小熊 在山上信号不好 现在有挖开了没有啊 看到东西了吗 看到之后拍下来给我看看呗 随后熊海桥回复他 还没有呢 这个木啊 级别很高 我在山上进行之中 我一下子出不来 不仅如此 不久之后 熊海桥甚至还发来了一段视频 就是咱们一开头说的那个视频 熊海桥说呀 他发现了一座汉代的墓葬 原话说的是 这是个汉种 吕军一看 要了不得呀 这熊海桥说自己在墓里边呢 拍的是墓里边的视频 进去之后拍的 里边确实有一些宝贝 有一些物件 那既然是熊海桥发给他的 为什么咱们一开始说 把吕军吓了一跳呢 因为熊海桥在视频里说的是 各位老板 也就是说 这条消息啊 这视频呢 是群发的 吕军那就目瞪口呆了呀 这玩意儿在墓里边做直播 还群发 这违法犯罪的活 干得这么明目张胆的呀 虽然震惊 但吕军呢 确实心动了 熊海桥啊 后来又给他发了一系列的图片 就是各种古玩图片 让他自己挑 吕军就想着弄博物馆呢 就想弄镇馆之宝啊 如此一来 对熊海桥摸金校尉的身份 和这古墓里边的这些古董的真实性 毫不怀疑了 于是讨价还价之后 先后分三次 从熊海桥那儿买来了一批古董 一共花了三百多万元 吕军说呀 他们家呢 其实也做生意 做生意挣的钱 基本上全砸到古董上了 就是为了实现弄博物馆的梦想 不过圆梦归圆梦啊 也得说说这个吕军呢 你玩收藏 搞古董 这作为爱好没问题 但这不意味着你喜欢什么 想收藏什么 就都能买过来收藏啊 相关专家也说呀 有些东西你一旦收藏 那就是违法行为 出土文物是绝对不能碰的 文物保护法规定 地下内水和领海遗留的一切文物 归国家所有 假如说你知道是古墓里边出土的 你又去收藏 那指定就是违法了 可吕军正在兴头上呢 哪想这些呀 熊海桥把那么多宝贝送过来 吕军第一回看见这些宝贝 堆满整个屋子了 就觉得我这博物馆呢 离开张已经时间不长了 花这点钱买这些东西太值了 那真的值吗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让吕军呢 从那个兴奋至极的心情 一下子跌到谷底了 吕军呢 介绍了一个朋友 去熊海桥那儿买古丸 花了三万多买了个玉镯子 说是清代古墓里出土的 可没过多久朋友找他了 说那镯子呀 竟然是假的 找人验过了 的确是假的 那一刻 吕军呢 那脸色 那嘴唇 耍得一下 惨白惨白的呀 哎呦我的天呐 你买个镯子都是假的 我之前那三百多万 那真的假的呀 吕军就想不通啊 这熊海桥是盗墓世家 我还看过他给我的盗墓视频 这东西就是从墓里头挖出来的呀 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他呀 带着这些古丸 赶紧就去公安局报案了 了解情况之后 警方也非常重视 如果熊海桥是把假文物卖给吕军 那么他就涉嫌诈骗犯罪 如果这东西是真的 那这案件性质更严重了 比诈骗还厉害呢 假如说的是真的 就构成了盗掘古墓葬罪 甭管诈骗还是盗掘古墓 这都是重大刑事犯罪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提高警惕 赶紧搜集熊海桥的犯案证据 把这些物品呢 也交给专家进行鉴定 那熊海桥到底是不是盗墓贼呢 如果不是盗墓贼 那盗墓视频 又怎么解释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特别的重视 立刻集中警力深入调查 后来专家们到了吕军家里 对这一批所有的古董文物 全部都进行了一个鉴定 那么到底是真是假呢 结果一出来 吕军恨不得没躺到地上起不来了 全是假的呀 是一件真的也没有啊 专家在那鉴定完了 都有点愣住了呀 哎呀这骗子骗得这么彻底吗 一件真的也不给呀 三百多万 想弄博物馆 这一下打了水漂了 这太侮辱自己智商了呀 仗着我对他的信任啊 连一件真的也不给我呀 吕军也是心大 三百多万买了东西 不知道让专家好好鉴定 鉴定 其实所有玩古玩的人呢 也都有一个心理 就是都感觉自己买的是真的 你说他买的是假的 他还跟你着急呢 那么熊海桥 在墓葬里边拍的这些古玩 不是从古墓里出来的 那是从哪出来的呀 哎 这时候警方啊 仔细看那盗墓视频 又有白骨模样的东西 再看那环境 到处都是脏水 看着是挺像墓 但像墓 就代表真的是墓吗 熊海桥 真的是一个盗墓团伙的头领吗 伴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 真相也一步一步的浮出水面 警方啊 正准备控制熊海桥的时候 这熊海桥 自己主动送上门了 那天呢 熊海桥主动联系吕军 说又有一批货准备给他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认为 这批货交接的时候 就是抓捕熊海桥最好的时机 约定的那天 熊海桥呢 如约来到了交接地点 这回吕军呢 录了音了 熊海桥就跟吕军说 我们最近呢 又发现了不少古董 挖出来了大量的珍稀古董 哎 你看这个 这是康熙时候的外销词 那时候外国人认识咱们中国 就是从瓷器认识的呀 你看拆那 拆那为什么叫拆那啊 它就是瓷器的意思 你看 这是雍正的发廊彩 哎 你看乾隆这东西 就是繁琐啊 这些呀 可都是宝贝 这些瓷器上 那不都得印着 比如光绪年制啊 康熙年制啊 哎 都有这种印环吗 甚至还有一个清华瓷瓶上边啊 印着是大明宣德年制 这刚了不得了呀 熊海桥就说呀 这批明清瓷器 来历不凡 是通过当年海上丝绸之路 远消到海外的 被收藏爱好者 又从国外买了回来 在他们行画里边 这叫古董回流 听上去有模有样的 那真是像他说的这样吗 那怎么可能呢 后来经过鉴定 毫无例外 全都是假的 像这种瓷器呀 您要真仔细找找 没准还能在哪个角落里面 找到微波炉 专用的字样呢 这边啊 熊海桥 还跟吕军展示呢 那边警察们 三下五出二胡拉超 可就冲进去了 准备逮捕熊海桥 把这警官证一亮出来 表明自己身份之后 熊海桥一下子 啪哒 就瘫坐在了沙发上面 感觉不可思议 这一下子呀 还指责吕军呢 说你为什么 让警察过来抓我呀 好家伙 到这时候了 熊海桥还装傻充愣呢 这事你想赖 可赖不掉啊 被警察呢 就带走了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那个问题 熊海桥说的 组织那么多人 在全国各地盗墓 是不是真的呢 什么真的呀 什么摸金笑 喂鬼吹灯啊 全是假的 这熊海桥啊 就是一假货贩子 他呢 也跟警察说了 我哪是什么盗墓是家呀 那些东西呀 也不是帝王墓里边出来的 我卖给他的古丸 从哪来的呢 熊海桥说呀 是我去文庙市场 自己逃还来的 收过来的 说白了 一件文物都没有 就是现代的瓷器 然后通过做旧防骨的手段 做出来的假货 别看是假货 这假货确实也不便宜 熊海桥从收过来到进行包装 一共啊 也花了三十多万 但是卖给吕军 可卖了三百多万啊 这一来一捣手 纯赚就三百多万 他卖给吕军是三百七十多 自己花了三十多 这家伙一下子赚了十几倍 吕军气的呀 都快气炸了呀 哎不对呀 那这东西是假的 咱们又说回那问题 那视频呢 那个古墓呢 那个洞穴呢 泡水里的古董呢 怎么回事啊 专家仔细看了之后 突然留意到了一个细节 这视频呢 漏洞百出 怎么呢 虽然画面很模糊 但专家发现 里边这堵墙 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墙 是水泥砖头砌成的 各位 水泥砖这是现代工业 古墓里边 想用水泥砖 他也找不着啊 这是第一 第二 在古代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不同身份的墓主人 会有不同的规制 当时那视频 不是说那是一个旱墓吗 那就以旱墓为例 帝王陵墓啊 讲究皇长提凑 就是会使用大量的木材 而且棺果呢 一般都会被严严实实的包裹其中 不会像视频里似的 这些瓶瓶罐罐 东一个西一个的 明显不符合 明显不符合历史 那这视频到底哪来的 通过调查 原来是熊海桥 在网上找来的 都不是他自己拍的 就是在网上找的 找了一个视频 自己配了个音 看似是在古墓当中拍的 再加上熊海桥呢 故意不接吕军电话 还给吕军回消息 说在这墓里边信号不好 这就是为了让吕军相信 他真的是在古墓里 那些古玩 真的是出自古墓 就这样 吕军一步一步的 掉入了他的陷阱 照理说 案子破了 吕军应该高兴吧 就在这时 吕军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无法理解的决定 突然跑到公安局 干嘛呢 他说要撤案 他为什么要撤案呢 吕军说 熊海桥被捕之后 熊海桥的家人找到了他 也给他道歉了 并且经过商量 熊海桥家人表示 愿意把这三百七十多万 退还给吕军一家 双方达成了和解 不过这个要求 那不会得到公安机关批准 这是刑事案件 不久 法院就对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在庭审过程之中 检察官就说 经过依法审查查明 2017年5月至6月 被告人熊海桥 虚构他是盗墓者 以及拥有从古墓到来的 大量古董文物 骗取被害人吕军的信任 但大家没想到 都到法庭上了 这时候熊海桥直喊冤枉 他说我不涉及诈骗 没有产生诈骗问题 你们这太冤枉我了 那熊海桥为什么 说他不涉及诈骗呢 熊海桥的辩护律师 就提到了这么两点 说第一 古玩行业 它有行业特殊的一个规范 什么规范呢 古玩行业 它的水很深 它是买卖自愿的原则 这个东西你自己看 你觉得可以买 那你就买 你觉得不可以买 那你就别买 他们这行里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叫古玩不打假 买不买得到真货 全凭您自己买的假货了 只能说明 您不识货 您各位听到这该说了 在之前吕军已经录音下来的录音文件里 熊海桥信誓旦旦的说 这个是哪个哪个时期的 那个是哪个哪个皇帝墓葬的 那不明摆着就是骗人吗 这熊海桥说了 那是我个人的观点呢 其实我也不知情啊 不知情 但警方早查过了 熊海桥卖给的那些文物 那就是自己收过来 故意做旧的 这叫不知情吗 熊海桥一再辨认 说我呀 是误解了古董的真实价值 我才介绍给吕军他们一家人 但是他这个辩解完全站不住脚啊 那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定呢 经过两次开庭审理 综合现有证据 法院最终采信了公诉人的意见 认为熊海桥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但确实他的家属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被告人熊海桥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4000元 这事啊就告一段落了 熊海桥呢 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吕军呢 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其实熊海桥的骗局 真的那么高明吗 一点也不高明 说到底绝大多数骗局 钻的就是人内心 这种贪念的空子 想占便宜的这个空子 觉得能少花钱 买好东西 能少花钱 得到更多 这就有点急功近利了 当然对于更多的初级收藏者来说 还是要提高自己相应的知识 还是要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 不光是古董啊 现在在短视频上 在直播上 卖什么的都有啊 卖这的卖那的 只要您想就没有他不卖的 这时候就要擦亮双眼 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时候 就得好好掂量掂量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问题 现在还是双十一期间呢 大家呀 在消费购物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谨慎谨慎 再谨慎啊 各位您敢信吗 这家伙是仪表堂堂 向往英俊 却是韩国头号变态 不到一年时间 他从一个性侵犯 升级为韩国低山恶魔了 为了奖励自己啊 摘下被害者的器官 带进厨房里 被捕之后 还在警局里边玩了一把 大便活人原地消失 那是04年3月份 在韩国首尔 一间小公寓里边 腐烂的恶臭气息 蔓延每个角落处 当时卫生间里边 一个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 恨恨的嘟囔着 打了血霉了 人烂起来 比死猫死狗还臭呢 什么玩意儿啊 接着把一罐沉年的韩国泡菜 一股脑都扣在了 一堆腐烂的东西上边了 那泡菜的酸臭味 暂时抢占了上风 这男子是尝出了一口气 而在泡菜下边 露出了一头金色长发 一条纤细的手臂 和一只涂着红色 指甲油的脚 没错 这是个人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那确切说 是一具尸体 但这具尸体 如今连个人形 都看不出来了 只是一堆 七零八落的尸块了 那看着自己 所谓的杰作 这男子心里 陡然生出一股得意见 尸块的腐臭 跟泡菜的酸臭 综合在一起 好像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 就是窜鼻子 呛了她 又是打喷嚏 又是干吼 眼泪鼻涕流了一大瘫 心说 都是这俩坏女人 遭的孽 闲贫爱妇 人尽可夫 真脏 要不是他们 老子何至于 录得如此境地 只有把这类女人杀光了 这世界才会清静 才会干净 这男子是越想越气 一拳打在那颗人头上 人头咕噜咕噜 在地上滚了两圈 这才停下来 就看着那双 已经毫无生气的眼睛 这男子 不由得想起 三天之前事 就那天 叫了一个按摩女 上门服务 说是按摩 其实就是提供色情服 但这男的真正目的 不是干那种事 而是杀人 按摩女进门罩 为了让他放松警惕 这男子特意 煮力锅泡面 也算是偷偷给他进行了 被蒙在鼓里的按摩女 还以为遇到 心地善良的客人了 教育完毕 正当这女人 准备拿钱走人时 这男人是突然提醒他 需要补补妆吗 镜子在卫生家里呢 他一听这话 这按摩女 顿时觉得很暖心 没有丝毫怀疑 一脚跨进那道 生死之门了 而这男子 就这会儿眼中 闪着恶狼般的光 像尾随猎物一般 悄悄跟了上去 没错 一瞬间那事 贴心暖男 转瞬间 变成凶神恶煞的杀神了 一把红色铁锤 悄悄抡了起来 没有丝毫犹犹豫 照着了按摩女的脑袋 手起锤落 千军一发之际 这按摩女 从镜子里看到男子 睁起了面旁 和半空中的铁锤 下意识往旁边一躲 但是没躲过去 铁锤还是砸在 他那太阳穴上了 只听啊的一声尖叫 这按摩女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上 一动也动不了了 接着这鲜血 是喷得到处都是 镜子上 天后摆上 和男人的脸上 这男人看着 按摩女不在动态 鲜血在脑后 汇聚成一堆 他感到心脏 快要跳出来了 你说这是害怕了 害怕 怎么可能呢 这又不是 他第一次杀人 更血腥刺下的画面 他都见过呀 他这会儿是兴奋了 心说世上 又少了一个坏女人 就这种感觉 太妙了 但是这栋公寓 人多眼杂 就是怎么才能 把这尸体运出去 而不惹人注意呢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锯子 菩萨 砍刀 剪刀 只要把尸体切成小块 装在黑色塑料袋里拎出去 就不会惹人怀疑了 但他想得很好 现实非常骨感 石操起来太难了 且不说 这骨头鞠断 太危劲 但是流了一地的血 还有内脏 就让他不知该如何下手了 足足折腾了三天 冲了无数次马桶 那才把尸体 分成满意的大小 但是 这卫生间里潮湿 气温还高 切开的尸体 腐烂速度太快了 腐臭气息很快出现 而且这细味 是越来越浓了 在男的一边切着尸体 一边嘴里念叨着 这娘们 一定没少干坏事啊 尸体都出奇的臭 关心说 当务至极 得掩盖住气味 不然迟早把邻居引来 思来想去 得想到一个重口味的办法 什么呢 就是陈年 国民老泡菜 那气味 同样强烈刺鼻 把泡菜跟尸体放在一起 心说一定可以满天过海 没错 想到这儿 这男子说干就干 他靠着强大的 心理承受能力 和执行力 这几大袋的秘制泡菜 终于做成了 趁着夜深人静之际 提了几包黑色塑料袋 叫一辆出租车 向郊外驶去 四楼袋 虽然放在后备箱里 但那股刺鼻的气味 很快钻进了驾驶室 这司机 以为熏得干傲连连 打开车窗 抱怨起来 说带什么东西 这么恶心 什么味啊 这男子是连连抱歉 对不起啊 这个是我妈妈 腌的陈年老泡菜 还有咸鱼干 太对不起了 这司机是无奈摇摇头 遇到这种情况 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而这男子偷偷观察司机神情 确认他不再怀疑 这才放下心来 不然 这司机恐怕也是有去无回呀 毕竟 把教室杀个司机嘛 又不是没干过 当时在车上 如何毁尸灭迹 他都想好了 就这样 司机吹着初春冷风 气味终于淡下来了 但这会儿 司机却感到了气氛的诡异 心说谁会在大半夜时分 送泡菜呀 还有 那乘客怎么老偷喵啊 那这司机闭上了嘴 他不想多管闲事 更不想那臭味飘进嘴里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刚刚跟死亡是擦肩而过 更加想不到 就这乘客 长相斯文的乘客 即将成为名锤 这韩国犯罪史的第一大变态杀手 就第二天 这男子慌里慌张跑进医院 说着 大夫大夫 求你救救我 我一定是得了大病了吧 我要做全身检查 拍那个全身的X光片 将到这幅阵仗 这一生纳闷 真是火酒店 这人看起来精力充沛 不像有什么大病 怎么害怕成这样呢 而更加奇怪的事 还在后边呢 这男子拿到X光片之后 这一溜烟就没眼了 都没来咨询医生 那回到家里 那对着光 仔细研究起那X光片 没错 他的目的 不是检查身体 而是研究人体解剖 和脏腹器官的图样 认真学习了起来 这男子绘画水平非常高啊 在网上找来资料 居然把这些图 仔仔细细画了下来 还标出重点了 他说 这医学院里 那学解剖课的学生 都没他认真 他这么做的目的 不是为别的 他是为下一次猎捕 做足了功课了 有句话说的好 兴趣才是学习的第一驱动力 掌握了解剖 基本原理之后 这男子可就坐不住了 迫切想找人练练手 检验一下自学成果 结果在一家网吧里边 一个小泰媚打扮的少女 引起她那注意了 这少女一折暴露 浓妆艳魔 正在聊天室里 跟人打声骂俏呢 焦滴滴的声音 一口一个 欧巴就搞得周围男子 是心里痒痒的 没错 这是个坏女人 坏女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于是这男人是锁定目标 兴奋的心跳连连 他努力压制住自己情绪 一本正经走到泰媚身后 从怀里掏着个东西 举到那小泰媚 眼前晃了一下 说了一句 胆子不巧啊 竟敢在大众场所公开招票 来 跟我走一趟 当时这泰媚正聊得热乎 突然发现被警察盯上了 顿时吓得慌容失色 哎呀 警察先生 我没有 这是我男朋友 你不信的话可以问问他 那接着这男人说了 臭丫头 什么男朋友 盯你好几天了 顺项赶紧走 这泰媚没别的办法 只好跟着男子 回到警局接受调查了 但是出门之后没走多远 这男子突然一把 将泰媚拉到跟前 哎 跟你这么说吧 不想坐牢的话 哎 跟我回家去 把我伺候舒坦了 我兴许能放你吗 哎 面前这男子 眼神当中猥琐 充满着不容置疑的威胁 这小泰媚打量他一番 并不知晓正面临生与死的选择呢 他说着 哎 警察大叔 胖妞就直说呗 又能着这么吓唬人吗 结果这男子说了 推 小声点儿 才嚷嚷把他送进妓院去 告诉你啊 红灯区里边 开妓院都是我线人 哎 一听这话 那小泰媚顿时顺从了 哎 不要不要 跟你走还不行吗 说实话 这七年的挽住男子胳膊 像一段情侣似的 像是公寓走去了 而这一去 这女人再没出来过 要是这男子 快用锤子杀人 因为他迷恋那种 压倒性的力量感 在铁锤挥下一瞬间 命运带给他的 不公平 委屈 怨恨 就刹那间烟消云散了 哎 只剩下 掌握他人生命的满足感了 就那天 确认小泰媚死透之后 他对照着 亲手绘制出的人体骨骼图谱 还有解剖笔记 开始分尸 先削掉指纹 冲进马桶里边 这么一来 即便尸块被发现 也不会很快确定 这女人身份吧 那然后是放血 他先把头割下来 挂在这侧纸挂钩上 把血控干了 为了便于悬挂 他特意给死尸扎了个辫子 那接下来 就是按照骨骼图上 标注的重点位置 分割尸体了 有了理论知识之后 这识操起来 果然轻松了很多 不到一天时间 这男子把尸体 规规矩矩矩 分成了十八块 一边分割 一边冲洗 直到最后 分装在黑色塑料袋里 是一气呵成 他感觉非常完美 而这时 心里翻出了一阵苦水 心说 要不是运气不济的话 投胎投到了那么穷的家里 还遗传了父亲的癫痫病 而自己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夫的 如果成了大夫 那住豪宅 开豪戳 被诗人瞩目 被漂亮女人错用 那都不是梦了 那自己混成这般甜点 那就是社会不公平造成的 到这儿这男子是越想越细 咬着牙狠狠往尸体上剁了一刀 心说不杀够一百人 绝不罢休 那这也是一块暗红色的东西 信到他那注意力了 那是小胎妹的肝脏 那假如旁人看到 估计就是一块猪肝吧 只有他知道 那是人的肝脏 于是他切下了一块 拿到鼻子前闻了一闻 发现那只有血腥气息罢了 要说年轻女人的肝脏 没有污染 没有受损 想到这儿 他觉得这块肝 应该很新鲜啊 接着他肚子里居然咕噜地叫了一声 所以不如 想到这儿 他把那块肝脏拿到火上烤了一口 不多时烤肉的气味直扑他的鼻腔 撩起他那某种欲望了 没有任何犹豫 他把那东西扔进嘴里 往下一咬 心说这滋味 比五花肉还香呢 那脚里一会儿 他突然生出一丝疑问出来 我居然吃起了同类了 吃起了人了 不 我没做错什么事 我是在惩罚 惩罚那些下贱的女人 她们没尊严 不配做人 她们不是人 必须铲除掉 这是我的使命 这也是我使命对我的召唤 而说在另一边 皮条克老金是抽着烟 眉毛拧穿一团了 他在为生意发愁呢 毕竟一个月时间不到 手下按摩女失踪俩 报警 不行 他才不想为那种女人自找麻烦呢 谁让他们跟谁跑了 但是这老金心里还是严严觉得不安 请说会不会是被黑帮绑架了 卖到国外做奴隶去了 那样的话 可真就是有去无回了 正在她胡思乱想之际 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个眼熟的号码 那想起来 那正是一个失踪按摩女的手机号 谁说 这敲目声上溜了 还胆敢给我打电话 看我怎么骂她 但手机一接听 谁承想电话那边是个男人 要叫按摩女郎上门服务 老金一听是有生意 赶紧应承下来 但是这男人拒绝给出地址 要跟按摩女在街上碰头 她挂断电话之后 这老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 越觉得邪性 说都叫人上门服务了 地址有必要保密吗 难不成是不准备让小姐离开 这么一想 这事更邪性了 而且 这人用的手机 居然是 他那小姐的手机号码 那小姐哪去了 小姐失踪了 所以他这失踪 绝对跟这男子有关系啊 于是 这老金是当机立断 不顾当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给他熟悉的刑警 小梁打去了电话 说为啥皮条客 跟这刑警有关系呢 这个呀 其实是当时 韩国警察的一个特色 这皮条客 为了寻求庇护 会给警察上供 还有充当县人 双方是各取所需 那这就是韩国红灯区 能明目张胆 经营的主要原因 小梁当时接到电话之后 马上带着几名刑警 是赶到老金那边 根据他们的判断 这男子极有可能就是人贩子 有很多跨国犯罪团伙 绑架年轻姑娘 贩卖到中东 或者东欧做奴隶去 所以大家伙决定 由暗魔女充当幼儿 也有男子上钩 就那天啊 这几人是悄不声的跟在后边 埋伏在不远处 就等着暗魔女发出信号 上前逮住那神秘男子了 不一会儿 就见到那暗魔女 却独自一人回来了 谁说是被发现了吗 而这时老金的电话再次响起 还是那个号码 老金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颤颤巍巍抓起电话 喂 那 这群人在旁边屏住呼吸 观察老金的表情 一阵嗡嗡嗡嗡嗡之后 这老金挂断电话 原来呀 这男子是嫌弃刚才那暗魔女 个子太高了 才退了单 现在想找一个身材娇小一些 约在几条街之外的 一条胡同里碰面 那老金一听 安排呀 马上安排 一群人是匆匆忙 赶到新地点 没过一会儿 一个身材瘦削的男子 出现在胡同里 刚跟暗魔女搭声话 小梁直接冲上去 迫不及待的喊着 不许动 我们是警察 那结果 这声喊出去 变光伙食之间 这男子一下子明白过来 拔腿就跑 但没出几步 直接被扑倒带地了 这男人是大声叫骂着 额头上轻轻抱起 手脚并用 是连踢带踹的 几个警察 差点被他踹飞 你说招嫖之人 怎么会反抗得 如此激烈呢 又不是要杀了他 所以 这小梁感觉到 这人身上一定有秘密 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他只猜中了开头 没猜中结局 小梁不知道的是 即将要跟他过招了 那是韩国历史上 最凶残的变态 联魂杀手 刘永卓呀 要说刘永卓 嫌第一个按摩女郎 个子太高 是因为体积太大 处理尸体太麻烦 但此时所有人都不知道探底细 只把他当成贩卖人口的嫌犯了 根本没往杀人上面想去 回到警局之后 主人端详起刘永卓的相貌 面向斯文 没有文身 像是个有文化的家伙 与他们经常接触到凶神恶杀的罪犯 差距太大了 但是这刘永卓眼神当中 透着一股诡诀的味道 那这时只听啪的一声 一名警察给刘永卓一记杀威权 那刘永卓瞬间火锅三丈 直接爆发了大喊着 你他妈的 这是谁的职位最高 给老子转出来 见死了 这警察把他摁在椅子里 放老实点 这是警察局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但谁生想 这刘永卓是一把张狂起来 你们早就盼着神官了吧 我杀了人了 快来感谢我吧 你们立功机会来了 一听这话什么情况 这大于自己撞上钩子了 那小梁是故意轻蔑的打量刘永卓 行了算了吧 就你还杀人 别闹了 敲敲德行 有的能耐吗 就这会 那刘永卓已经出离愤怒了 哼 能得 说出来吓死你们 去年好几个有钱人死在家里 没听说过吗 这么跟你们说吧 都他妈是我干的 一听这话 什么 是他 警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是前一年发生在富人区的 入室杀人案件 凶手自己也送上门来了 就第二天 警察带着刘永卓 到了第一起命案的现场附近 为了确认他是凶手 这警察故意提前下了车 让刘永卓带路 不行前往现场 那刘永卓竟直走到败汉人家门口 然后他突然一拐弯 在邻居家门口站住了 心说不对呀 连案发现场都搞错了 真是他干的吗 那有人对此产生了怀疑 那警察继续问他案发当天情况 这刘永卓一个都打不上来 他把女性死者说成男性 一楼说成二楼 简直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但是如果他不是凶手的话 为啥要承认杀了人呢 他是骗子还是精神病人呢 戏弄警察不是找死吗 有人说了 说恐怕是抓错人了吧 就当他是个屁 把他放了吧 但小梁不这么想 那抓捕他时 那惨烈的场面 只有在抓捕杀人犯时 才会看到 而且是他自己把警察 带到受害者家门口的 指人错误一定是另有原因 没错 他是在试探警方 究竟掌握了多少线索 才这么做的 他想掌握主动权 把警察当猴耍着玩啊 这么说的话 这家伙就是个 鬼气多端的疯子呀 可就在大家伙争论着 要不要将他释放时 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 刘永哲突然口吐白沫 浑身僵直倒在地上 他那癫痫发作了 那负责看守的警察 赶紧给他松开手铐子 准事去另外一间办公室 叫人去了 但等他回来时 审讯室里边 已经空无一人了 前前后后几个房间找遍了 也不见刘永哲的踪扬 那这时 一个警察这才想起来 就刚才看到刘永哲 跟在那个看守身后 从楼道里走过 他以为是要把刘永哲 带去另外一个办公室 就没在意 到这儿警局上下是一片哗然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重大命案嫌犯给放跑了 那简直是七尺大乳啊 如果产生任何严重后果的话 就这些警察有一个算一个 赶紧回家种白菜去吧 此时已经入夜 全警局警察被临时召回 在首尔开始大搜捕 举力三尺也得把他逮出来 但是这刘永哲早就趁着夜色 前回公寓 不但洗个澡 换身衣服 还把凶器给处理掉了 那警察们冒着大雨忙了一宿 连个人影都没发现 立刻陷入绝望当中 而正当他们感到万分沮丧 开始怀疑人生时 那小梁脑袋是灵光一闪 说着 他不是喜欢找那个按摩女郎吗 咱去那个红灯区试试运气去呗 没错 想到这儿 他们立刻去了 成群结怒的便衣警察 开赴红灯区 而就在一个路口 这死耗子还真被瞎包给撞上了 一个眼尖的警察 说看到刘永哲戴着一顶帽子 捂着脸上的伤 正要过马路了 当时见死 那警察大喊一声 是他 快抓住他 那刘永哲一看 追兵近在眼前 在人群当中是独路而逃 一番围水堵截 俊起了肉馍之后 刘永哲再次被摁在地上了 再次陷入癫狂当中 大声骂着 你们这群废物 哪个都不是我的对手 也有我吃过人 你们敢吗 心说吃人 这牛翠的 被押回警局之后 这刘永哲满脸得意 像个在狱归来的英雄似的 审讯室当中 他跟小梁要个纸笔 刷刷点点写了起来 不一会儿把那张纸递给小梁 拿去吧 这些都是我杀人时间 地点 还有数量 保证你能升官发财 这话说的语气轻松 就好像在赏给小梁一笔 巨大支票似的 结果一看之下 小梁顿时一惊 心说怎么这么多呢 一张A4纸 快被写满了 前四个确实是入室杀人案件 发生时间 人数也都对得上 但后边居然还有12个日期 难道这里边还有12个被害者吗 为啥没接到报案呢 而这时 这小梁立刻想到那些失踪的按摩女了 心说他们可能不是被绑架 而是死在眼前这个看似人处无害 实际上诡计多端 毫无人性的变态 而他那猜想 马上得到刘永哲的证实了 说那些死在家里的有钱人不算人吗 他说他还杀了11个按摩女呢 对此 这小梁不敢相信 什么 11个 你真有那么大本事的话 杀那么老些人 还不留破绽 那刘永哲说了 杀个人罢了 简单得很 切碎了 直接埋了就行了 哎呦 切碎了 小梁想起刘永哲被捕师喊出的话 他说他吃过人 于是 这小梁问了一句 你真的吃过人吗 那刘永哲思索一下 吃人 这叫什么呀 人都攒了这么多了 不尝尝 多可惜呀 听到这些话 这小梁为了一阵翻腾 拼命压着恶心 不想让刘永哲笑他是个废物 他决定换个话题 那什么 这尸体都埋哪了 刘永哲说 说埋在了凤原寺后边的荒山上 那你为什么要杀了那些女人呢 听到这句问话 这刘永哲眼中闪着怒火 哼 那些下贱女人 没个好玩意儿 她们不识好歹 敢背叛我 我要把她们全部杀光了才行 那小梁又问 那些老人呢 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呢 老人 谁让他们有钱了 有钱人都有罪 这么跟你说吧 这国家不公平 从不管穷人死活 既然我过不好 他们也别想过好咯 到这儿这小梁明白了 这刘永哲是个典型仇富心理啊 你这儿还有一个受害者在仁川 是谁啊 李永哲冷笑了一声 满目在乎摇头 人传 哦 那个呀 就是一个卖盗版光盘的 可怜虫罢了 挺倒霉的家伙 我本来没想杀他 只想用警官证 从他手里弄点钱花 可没想到他怀疑我 抓住我不放 那我也没办法了 只能把他捅锁了 听到这儿 这小人有些诧异 什么 你还有警官证 对啊 我自己画的 以前从来没人怀疑过 所以 只能怪他倒霉了 那后来呢 一般那人怎么样了 后来呀 我把他那车开到海边 连人带车都给烧了 你们要不信的话 可以问问那边同行 告诉他们 那案子可以结了 等着升职吧 告诉你们 我可是世界第一的罪犯 遇上我是你们的荣幸 要不是你们运气好的话 我一定载够一百个人才行啊 话说杀人恶魔 叫刘永卓 1970年 出生在首尔贫困区 这刘永哲的父亲 不但赌博 酗酒还家暴 同时还把家族遗传的 癫痫病传给了俩儿子 他没钱又有病 刘永哲从小就是被霸凌的对象 那做梦都想有一个富人 有钱人 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跟他说 说他是这富人失散已久的儿子 而让他跟着富人过好日子去 但是这梦终究是梦 他那梦想没有成真 舍起碎时 他那父亲跟哥哥 因为爹心病发作 先后去世了 那家中生活更加困顿 他的人生观更加扭曲 还蒙上了一层悲剧所采 那只有拿起画笔时 他那心灵才能感到片刻安宁 但贫困的家境 使他注定走不上 烧钱的艺术之路 这高中时只能进入 一所普通的职业学校 这贫穷 疾病 还有理想无法实现 三座大山的压迫下 李永哲从此自暴自弃 第二年 因为盗窃 被关进少管所戳了穴 后来几年里 不但因为盗窃被捕 那就连他进入常年的标志 都很独特呀 从少管所 直接过渡到监狱去了 那从小被霸凌 再加上循环往复的 牢狱生活 李永哲无法融入正常社会 性格也变得极端 孤僻冷漠 那虽然在21岁时 跟一个按摩女结了婚 还找到一个正经工作 那他并没有安分多久 很快 重操就业 成了监狱的常客了 婚后十年当中 李永哲十四次 因为盗窃 或是侵犯女性 而被逮捕 七年的时间 在监狱里度过 那再一次侵犯 未成年少女时 这李永哲妻子 终于忍无可忍 跟他离了婚 还带走了他们的儿子 那就这么一个 对家庭和社会 没有任何贡献的人 去把仇恨的矛头 直接对准了前妻 他想杀了那个 背叛过自己的坏女人 但是 他转念也想 如果那女人死了的话 谁来养活自己儿子呀 而且 一旦把那女人宰了 这警察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 所以 他满腔怒火 无处发泄 他决定报复社会 闲来想去 决定 拿那些高高在上的 有钱人开刀 心说凭什么 他们一出生就住大房子 还接受良好教育 不为吃饭发愁 就这样 说干就干 03年9月份 33岁的刘永哲 潜入首尔著名富人区 江南区的一处豪宅 抡起自制的大号铁锤 冷血的杀害了一对 年过花甲的老夫妇 这杀人现场去刘成和 法医进去之后 都没出下脚 但这个 还不是最令人 胆战心惊的一幕 现场残留的强烈的杀气 硬生生逼出了 这警察最原始 当危险逼近时 警示自己的本能 就好像 他从来没离开过 正在某个阴暗角落处 窥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他这些场景 这让警察不敢进入现场 生怕遭到袭击 这嗜血的猛兽 一旦尝过鲜血的滋味 便会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两个月时间里 这刘永哲 又连续闯入三座豪宅 杀死六名老人 年纪最大的有87岁 不到三个月时间之内 八人死于非命 性质非常恶劣 清洁是非常严重 到这儿 守着警方却没有头绪 压力很大 这时 李永哲却收手了 因为他遇到一次 改邪归正的机会 他爱上了一个按摩女 李永哲这辈子 真挺悲催的 认识异性的唯一途径 那就是招按摩女上门服务 所以他再次爱上按摩女 也不足为奇 这一次 李永哲又动了结婚的念头 甚至想放下铁锤 过正常生活 但是他坐过了 还有家族遗传的癫痫病 不但求婚不成 还被按摩女无情嘲笑了一番 那女人一脸鄙视的说着 说老娘不结婚 也比嫁给你这穷光蛋要好啊 还想娶我 赶紧回去招招镜子去吧 听到这话 这李永哲火磨三丈 这可是他有生以来 遭受过的最大耻辱 堂堂一个大韩民国的男子汉 他不嫌弃你个卖身的女人 没想到你给脸不要脸 反倒嫌弃我来了 分明就是找死 就这般 仇恨值瞬间拉满 在那跌倒 就要在那爬起来 他要把损失的尊严 都从按摩女身上找回来 要说李永哲是个聪明人 他不会去杀死那个女人 因为他不想成为警察怀疑对象 但他深知 按摩女处于社会边缘 不跟亲人联系 也没有朋友 失踪了 也没人在意 就这样 这李永哲瞄准这个群体 开始代常式的疯狂杀戮 从04年3月到7月 他一共杀害肢解了11个按摩女子 他把自己想象成正义的使者 除暴安良的化身 还立志争作世界第一杀手 却不料想栽在了电话号码上 但他对此倒是想得开 既然被捕了 来都来了 就不如直接说自己杀了人 下午下午那帮警察 那出乎他的意料 韩国警察的职业素养 是如此辣垮 居然让他从警察局逃着去了 虽然第二天又被逮回来 但看到那么多警察 围着他一个人转 他那变态的虚荣心 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全国剩下 有这般带着人是这么多 交代完全部作案细节之后 警方马上带着刘永哲 去了山里埋尸地 就此时天色一暗 山上树林子里 掏着阴森和诡异的气息 这刘永哲带着警察 来到一片较为开阔的空地 停住了脚步了 那借着手电筒的光束 他在地上找着 一个亮橙色的饮料瓶盖 将他吸引了过去 刘永哲一直说就在那儿呢 那紧跟着一个警察抓起铁锹 刚要开挖 只听咔嚓一声 一击炸雷从天上劈起来 而紧跟着这大雨轻盘而泄 有人大喊着 快看 那些女人显灵了 这不是雨水 是她们的泪水 就这般 大雨是哗啦啦下了一个多小时才停 这继续开挖吧 而两脚下去 一些骨头就露出来了 随行法医一眼认出 这是一件人的手臂骨头 如果之前警察还心存侥幸 说刘永哲只是吹牛 不存在感的疯子的话 现在铁证如山 他无疑是韩国最残忍的连魂杀人犯 就这样 李永哲被正式逮捕之后 警方对埋尸的地点 进行了彻底挖掘 这时各路媒体是闻风而动 早早跑到现场 抢夺最佳的拍摄地点 就那时还没有无人飞行器 电视台为了从高处拍摄 居然过来一个大雕车 法医把挖掘出来的尸块 按照身体部位进行编号堆放 头颅是一 胸口是二 一直排到18号 就这些尸块 最早被埋入四个多月了 最晚不过一个月时间 所以 有些肌肉部分还没消解掉呢 虽然是在荒山里边 腐臭的气息还是沉淀下来 归之不去 就那种气味 附在人的身上 衣服上 皮肤上 甚至摄像机上 记事本上 久久撒磨去 从未到过现场的检察官 在看卷宗时 还能从纸张上闻到那股气息呢 那为了找到更多证据 警方还对杀人第一现场 就是他那公寓进行勘查 进去之后 一尘不染 是他们的第一印象 他们说 这人一定有洁癖 家里居然这么干净 那转天一想 这难道不是为了擦拭掉死者的痕迹吗 而在卫生间里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摊上发光鞍之后 借助紫光灯照射 曾经沾染过血液的地方 发出了诡异的蓝光了 要说 就那些蓝光一条条 从墙壁是倾泻而下 在地面上汇聚起来 简直 那就是鲜血流程的瀑布啊 而在天花板上 还沾着碎肉和骨头渣子 那酒精沙场的法医们 见此都发出了感叹 说这一地儿 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就是恶魔的巢穴呀 我说那是2005年6月 被捕一年之后 李永哲一位入室杀害8人 在公寓内杀害肢解10亿人 在仁川杀害1人 被判处死刑 但是这韩国从98年开始 实际上就已经废除了死刑制度了 保留死刑 只是为了表面上顺应大多民意 那判他死刑可以 执行就别想了 其结果 就像前段时间 这香港蔡天凤支起案件一样 凶手再罪大恶极 也能留下一条性命 所以18年过去了 李永哲依旧以死刑犯的身份 活在监狱里边 据说他过得是极其放飞自我 他是虐待狱友 暴打警察 还往牢里偷运色情小说 这监狱外的嗜好 全都被他搬进监狱里边了 可怜的是受害者的家属 眼看着罪犯得不到严惩 自己却要忍受着失去亲人的伤痛 还会被旁人指指点点 其中最惨的要属仁川那位被害者的家人 被害者是个中年男性 靠倒卖光盘养活孩子和妻子 因为发现李永哲假冒警察而遭到灭口了 他那俩哥哥因为接受不了这个打击而自杀 弟弟也差点学了短见 后来得到救助 他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 韩国警方是饱受舆论攻击 正是由于他们的庇护 红灯区才得以存在 就导致许多失足女性 投身于这个灰色产业当中 就使得那些变态杀人狂 有着下手目标了 那刘永哲被捕之后 警察也只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按照他那交代一步步去核实而已 很难想象 如果刘永哲没有主动承认的话 会是一个怎样结局 没错 甭管是怎样结局 一定会有更多人死在他手里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这韩国警方 无异于捡了个大漏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当初如果 那个按摩女 接受了刘永哲的求婚 这家伙会不会停止杀戮呢 答案很可能是不会的 就像第一次婚姻 并没有阻止他继续盗窃 和侵犯女性似的 那在一次采访当中 谈到当时尚未侦破的 华城连魂杀人案件时 刘永哲说出了一句名言 他说 说那个人 要么是因为其他案件已经被捕 要么就是死了 因为连魂杀手 永远不会停止杀戮的